谢宝王分店开张,要选一位新经理 作为七十六子优秀员工的获得者 海绵宝宝信心满满,这份荣誉非他莫属 然而谢老板却当众宣布 新经理由张鱼哥来担任 海绵宝宝当场崩溃,立马就要掉眼泪 谢老板赶紧解释 不是说你不优秀,可你还是个小孩子呢 怎么能当经理 海绵宝宝超沮丧,要怎么样才能变成大人呢 要不借冰激凌消愁 一杯不够,再来两杯 种种吃了十八杯 终于暂时忘却了烦恼 第二天早上,海绵宝宝顶着宿醉脸 坚强地赶来上班 却发现这里出了乱子 原来是海神的王冠被谢老板偷走 卖到了遥远的贝壳城 没有王冠,他稀疏的头发 增亮的闹壳不都要被人看光了 海神奇迹败坏 当时就要红烧螃蟹 海绵宝宝灵机一动 这可是成为大人的好机会 他主动提出要去拿回王冠 拯救谢老板 海神勉强同意 但只给他十天时间 为了防止谢老板逃跑 海神使用法术将他冻在了冰块里 事不宜迟 聪明伶俐的小哥俩 即刻踏上了冒险之旅 贝壳城路途遥远 得找一个代步工具 谢老板的汉堡车 看起来就很不错 酸黄瓜轮胎 全新烤肉座椅 纯银的锅铲当钥匙 炸薯条的油锅 是发动机 他们兴奋的出发 一路哼着鸽 很快就来到了城市边缘 然而还没走出五米 就遇到了街费 车子没有了 他们只好步行 从白天走到黑夜 总算是看到了路牌 去贝壳城 还需五天 而且是 开车去 海绵宝宝正绝望呢 派大星却突然发现 被抢走的汉堡车 就停在不远处 好消息是 他们知道钥匙在哪儿 坏消息是 就在劫匪的身上 这家酒吧有多恐怖 客人把钢钉当啥拉尺 虎锤就是打招呼 想拿回车钥匙 只能致取 不能强攻 按照计划 派大星先进门大汉 吸引注意力 计划完全失败 他们只好躲进厕所 来都来了 不如洗个手吧 粉红色的泡泡 瞬间飘满天空 他们玩得不亦乐乎 门外却传来咆哮 原来在这所真男人酒吧里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现在是抓宝宝的时间 全体客人一字排开 准备接受残酷审问 至于审问的手段嘛 就是播放超级无敌可爱歌 谁要是忍不住跟着唱 一定就是吹泡泡的犯人 海绵宝宝忍呀忍呀 实在是受不了了 刚要举手投降 一旁的客人绷不住 唱出了声 被国侠瞬间被包围 小哥俩趁乱逃了出来 钥匙也到手了 继续出发吧 车子开着开着 来到了一片荒原 在这遍地海谷的地方 居然有免费冰淇淋卖 合理 非常合理 海绵宝宝立即下单 店主却握住冰淇淋 黏乎乎的不肯撒手 事情呀变得不对劲了 地面剧烈摇晃 一只眼睛破土而出 什么免费冰淇淋 根本是大鱼的陷阱 小哥俩赶紧开始逃跑 大鱼在后头穷追不舍 为了保住小命 他们只好跳车 大鱼没啥住 冲出了悬崖 下一秒就被更大的鱼 吞进了肚子里 海绵宝宝吓傻了 这海购深不见底 谁知道还有多少怪物 谢老板说的没错 自己根本就是小孩 到不了贝克城 二人组打起推弹鼓 想要乖乖回家 却撞见了人鱼公主 公主告诉他们 其实皮老板再是那个偷广观的人 还故意栽赃谢老板 害人家被冰冻 他呀 好趁机潜入谢宝王 偷走独家试破 大纳之后 他的餐厅声音火爆 不仅请来媒体造势 还设计了惊喜礼品 凡是进店消费的客人 都可以得到纪念头盔 一时间 头盔成了新时尚 比起保居民人手一顶 可他们不知道 这都是皮老板的阴谋 随着他一声令下 头盔下压扣进 居民瞬间被操纵 变成了他的傀儡 章鱼哥沦为仆人 山地被迫做苦力 就连小窝都被控制 成了皮老板的奴隶 公主告诉哥俩 现在只有你们两个 能拯救比起保的居民了 看着瑟瑟发动 满地打滚的两人 公主呀灵机一动 随手摘了两片海草 贴在了他们的脸上 有了小胡子 就是成熟的大人了 要说这两个人 也真是卧龙凤竹 立马相信 这是人鱼魔法 乐得合不拢嘴 都变成大人了 还有什么可怕的 他们纵身跳下悬崖 来到了海沟底部 或许是心态决定一切 又或许是傻人有傻夫 小哥俩只管向前进 无论是恐怖的怪物 还是恶心的触手 竟然都拿他们没办法 两人一路高歌 终于来到了海沟对面 只要一直往前走 很快就能到贝壳城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杀手却突然出现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原来就在不久前 皮老板得到消息 知道了他们去贝壳城的事 一旦找回王冠 就能查出指纹 那他是真小偷的事 不就全部暴露了吗 不行 得想办法干掉他们 皮老板花大价钱 找来最残暴的杀手 能徒手扯掉鱼嘴 以拳打飞混混 解决两个小孩子 还不是轻轻松松 没想到 哥俩不仅不怕 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你说谁是小孩子 看见这两座胡子没 我们可是最成熟的大人 杀手非常乌语 抬手将水草扯掉 小哥俩彻底傻眼 胡子居然是假的 他们超级沮丧 勇气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杀手抬起钉子鞋 眼瞅着要踩下去 千军一发之际 一只更大的脚从天而降 直接把杀手摁进了地里 两人刚想表示感谢 一抬头却发现 居然是传说中的独眼巨人 还干些啥 快跑吧 他们拼命逃跑 奈何体型差距太大 还是被抓住了 从昏迷中醒过来 小哥俩环顾四周 却惊喜地发现 他们居然已经来到了传说中的贝壳城 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地方 原来是一家纪念品店 两人被放在灯下面 炙热的光打在身上 快要把他们晒干了 然而哥俩还是很开心 毕竟能来到贝壳城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他们将身上最后一丝水分 化为一颗鲜味的泪珠 随后彻底失去了生计 难道这就是海宁宝宝的大结局了吗 不 事情还有转机 只见泪珠顺着电线 滴进了茶座里 造成了短路 电线烧出的烟出发了报警器 自动洒水装置开启 店内顿是变成了一片海洋 小哥俩洗足了水 再次苏醒过来 店长想要抓住他们 没想到其他海洋生物 也都重新缓发升级 开启了复仇大战 将它团团围住 趁着这个机会 小哥俩抱着王冠就跑 总算是来到了大海边 时间紧迫 该怎么回去呢 正当他们一筹莫展时 一个救星从天而降 是一位安全员 他的身材健美而匀称 还有一颗热心肠 愿意送两人回海里 人体马达挥舞双臂 破开浪花 全速前进 到了笔奇宝上方 再次施展独家技能 从今儿看笔微星火箭 小哥俩嗖嗖地弹出去 瞬间回到了谢宝王 与此同时 六天时间已经到了 海神没有拿回王冠 愤怒的他要靠旁析吃 小哥俩刚好从天而降 挡住了火焰攻击 就下了谢老板 王冠找到了 海神鲜花怒放 屁老板却不开心 他发动开关 将特制钢盔 找入在了海神头上 还操纵傀儡大军 攻击了谢宝王 将小哥俩团团围住 就凭你们两个小孩子 怎么可能打赢我 然而听到这话 海年宝宝已经不再上心 经过这次的冒险 他已经彻底明白 不用在意所谓的标签 或是他人的评价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我们就是我们自己 激情四车的演讲 唤醒了内心的潜能 海绵宝宝化身摇滚巨星 决定用魔法打败魔法 巨大的阴浪急穿头盔 居民们纷纷恢复理智 P老板的计划彻底泡汤 最终被警察带走了 故事的最后 海神将谢老板解冻 海绵宝宝也凭借实力 拿到了精力的位置 证明了自己 好了 这次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